Nezuko-chan 终于到了 这是我妹子人 Kimechunayaiba 的 Nezuko 泥豆子Kamado Nezuko 就是我们上一集开箱的 炭治郎的妹妹 变成鬼了之后 她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非常理性的在控制自己 之后她都是靠睡眠来补充她的力量 白天的话大概都会睡在这个盒子里面 让哥哥背着走 上面 Torebatia 的贴纸 跟哥哥的一样 这里有 Gia 还有一个是 Aniplex 的 前面 有全身的 Nezuko 下面有Bandai 还有这个是 Bandai 所以它是算 第二个 然后 侧面有 哥哥 哥哥是A 然后 我们Nezuko是B 另外一边的侧面是整个 就是Nezuko 然后后面是 这个样子 15岁以上 才可以 拥有 这东西 Bandai 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联络这个 Hound 然后正版的 里面应该有这个 这里有个 这些 QR 区 护士 冰 小可 小辣 好可爱 跟各个一样有分三个部分 就是板,身体,头 还有一个号码 应该只有正版的才有这些号码 所以买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的话就对了 这头掉下来真的很可疑 很像被砍掉到被消失掉这样的感觉 身体 还有这个板 这个下面就是普通的黑黑的板 没有什么特别 下面还有印一下那个 FANDAI还有写Mate in China这样子 头发要放在他的肩膀 身体前面 身体前面 这部分多数都出现了 然后它变成鬼之后 上面应该有 间垫写那样子的颜色 这个没有上到红色 有点可惜 和服不是用黑色一条一条线来画出那个樱花 是用压的把印花压出来 这样它会比一条一条线来画出来的干净 后面的头发 红色的间垫 位置刚刚好很还原 不会太干也不会太低 我喜欢这个头发的线条 在后面 轻飘飘的 很有画面感 接着就是来看发根的部分 它哥哥的头发是红色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这个NESUPRO的 比较暗色 可是头发发根也是涂上去 然后上面再加上一块头发的部分 看起来并没有像哥哥的那样勉强塞下去 绑在头上的粉红色发是有认真的在做 没有在偷懒 是真的有打一个结 图字完全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糕点的样子 太可爱了吧 不过鞋子脚板的部分都不是图得很好 来做个总结 这个模型 来做过第一个版本的模型 我们五分 我觉得能给四分 因为它其实做到很不错 比起炭治郎 可以说我有点偏心 拼分的时候 因为我在鬼迪之人里面 最喜欢的角色 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我们的 NESUPRO 它实在是太乖巧 太可爱了 跟炭治郎一样 它很yazashi 很善良 也很照顾身边的人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跳NESUPRO 相信它能成为大家的 好妹妹 好姐姐 好老婆 记得记得要去看鬼迪之人 也要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分享这个影片